6月22日 擁有上百萬粉絲的網絡作家雷斯特·瑞斯特發文說 上海某些餐廳從外面看就像廢棄了一樣 一點光亮都沒有 窗戶都貼上牆紙 熟悉套路後才發現原來這是刻意偽裝 實際上裡面正在營業 還有網友發帖說 飯吃到一半 老闆娘衝上來把燈全關了 讓我們別出聲 防一半的人在下面 該網友嘲諷說 我就是吃個飯啊 又不是吸毒 上海真的太魔幻了 不過 上海不少餐廳表示 不敢開放堂食 擔心被罰 目前生意很慘淡 網路截圖顯示 由於當局允許餐廳員工一起吃飯 有業者想出妙招 要求時刻先辦理入職手續 等用完餐後再辦理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陳傑 李珊珊 王子珍採訪報導 完全沒有 烘心不絕 都可以伸面 早 到了 白紋絲